我是二主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個燉蛋食譜 我這個份量是兩個人的 我預備的是兩隻雞蛋 水和冰糖 兩隻雞蛋我量了是120g 水我會用雞蛋的一倍 即是用240g 另外我用15g的冰糖 先放冰糖和水 開火煮滾 水滾後關火 先放冷 水放冰糖後放冷 同一時間要發雞蛋 我用一個很小的度數就可以了 現在看到有很多泡 但待會加水後會隔 所以就可以了 當然有時間用手攪的效果會更好 好 蛋蛋發好之後 現在可以把糖水倒進去 然後我們輕輕地攪均勻 然後倒進去隔盤裡 隔起泡沫和渣子就可以了 剛剛隔了後倒起了兩碗燉蛋 這碗燉蛋 我已經隔起了泡沫 如果像左邊這碗一樣 最好一定要隔掉泡沫 清出來的燉蛋才會滑 隔起了泡沫後 我會用石紙蓋住 大火蒸15分鐘 15分鐘後 你就可以關火 然後把蛋拿出來 你看看 一碗很滑的燉蛋已經完成了 你看看 真的很滑 你們試試吧 好吃 好吃 如果你喜歡 給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 謝謝